政治焦點持續要來關心 因為下一個戰場就在立法院 尤其是2月1號 這是立法院的政府院長投票就要登場了 來到了最後的關鍵時刻 你會發現藍綠兩黨非常積極的 在爭取的就是民眾黨的關鍵8票 先來看看了 這是在明天呢 國民黨的韓江沛 預計在上午9點鐘就要來拜會 民眾黨 但是在民進黨這邊呢 則是油唱片 最快最快呢 也是在明天下午 也要來拜會民眾黨 原因就是因為民眾黨 現在成為所謂的關鍵小數 這8票會投給誰 真的會決定接下來 立院龍頭會是誰來當 但是也知道說 這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就已經講啦 不管是藍還是綠 要來跟我談 他要上演的都是閉門會議 而且他已經直接講了說 這段時間哦 太頻繁了啦 有點受不了 因為不管是藍的綠的 都有打電話 想要來接觸一下 也就是如此 才覺得大家坐下來好好談 不過談的方式是閉門會議 就說了 等談完之後 再來接受媒體聯訪也可以 不過你看到呢 其實柯文哲 一講到閉門會議這件事情 他又想到之前藍白河的軍樂會談了 他說你看啊 如果弄得跟上次軍樂一樣的話 擺明就是來破局而已啊 感覺起來呢 之前在軍樂這一場會談呢 讓柯文哲心中是有陰影的 但你知道嗎 國民黨這邊也很擔心 被民眾黨來陰啊 王鴻歪就直接說了 當然雙方是要尋求合作的 但是也要避免被設局 所以也不希望說是用閉門會議的方式來進行討論 因為如果是閉門會議就變成密室協商了 被說成兩黨密謀呢也是不太好的 而當然在民進黨這邊柯建民也講話啦 說你民眾黨不就是主張公開透明嗎 而且還直接開槍說不要以為自己是關鍵巴席 就可以這樣 我們藍綠兩邊都有朋友 透過各種管道來接觸你知道 其實我每次受不了 後來我說那這樣 乾脆開大門走大路 民眾黨立法院黨團給藍綠政府院長候選人出的題 從筆試變口試 29號上午9點 國民黨韓國瑜和蔣啟成 將要登門拜訪民眾黨團 下午游錫坤和蔡其昌 經過民進黨團推舉之後 也要親自拜會 不過全城閉門會議 會後才接受媒體聯訪 藍綠都有雜音 疼心被做文章在密室協商 當時柯文哲主席堅持說 一定要到軍藥飯店上面的小房間去談 這樣子的做法事實上沒有辦法取勝於社會大眾 再次那個 我就覺得很有意見 那個哪裡是來討論事情 根本就是來破局而已 民進黨團總之道柯敬明也吐槽 民眾黨平時不是主張公開透明嗎 閉門會議是要辯論還是要羞辱 國民黨團也認為 恐怕難有實質性的討論 公開透明並不是說 你在網路直播裡面在討論什麼 這個也不是這樣 這個無限上綱 雖然柯文哲說黨團自主 二十九號自己不一定會鬥 但民眾黨長八席關鍵手術姿態白很高 要求政府院長候選人來拜會 更別形容如同要藍綠來報告 禁見柯主席 雖然我們現在黨內或者說 網路上有一些人是不贊成我們去拜訪 不過我想請大家諒解 這個是基本的禮貌 新國會還沒啟動立法院長選舉 藍綠白檯面上下的一舉一動就充滿看頭 我記得朝天周國鋒採訪不到 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在選前就承諾了 說上任之後只要立法院邀請 就會過去來進行國情報告 不過國民黨和民眾黨希望說 不要是單方面的報告 而是要採取集問集答的模式 這也讓民進黨就批評啦 如果總統背詢可能會有違憲疑慮 條文修正通過 舉起議事錘一錘定音 立法院長游錫坤坐在正中央的座位上 主長國會殿堂 他的右手邊坐著秘書長林志佳 左手邊卻總是空的 其實這個位置是要留給 根據憲法立法委員可以提案 邀請總統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總統當選人賴清德 也表態願意配合 只是國民黨和民眾黨希望 標示單方面的報告 而是採用集問集答的模式 民進黨立任總召柯建民認為 如果總統背詢會有違憲疑慮 總召就要求要集問集答 一問一答 而不是集席式的 像現在我們的資訊 這是不一樣的 這不會違憲 台灣民眾黨老早就表示樂觀其成 所以至於一問一答 我認為這是民主的表現 賴清德總統你怕什麼 從前總統陳稅編 馬英九到現任的蔡英文時期 立法院都曾出現過 要求總統到立法院報告的提案 最後都因為朝野沒共識而破局 雖然賴清德承諾 只要有邀請就會去 但在野黨新增的集問集答 民進黨卻不接受 憲法到相關法律的規定 就沒有集問集答這樣的事情 如果國民黨認為 只要在國會是最大黨 就可以為所欲為 人民應該要思考 是不是要後悔 給國民黨這些選票 新國會即將上路 藍白陣營已經磨刀禍禍 愛憲德政府在嘲笑野大的情況下 得和在野黨好好協調 才能保障市政順利 這次鮮米花 鄭樂宣 台北上的島 algorithm 是 學校中文 想法 由 this 可